采竟在天日围棋频道微信号围棋天元 好的回来那接下来给大家介绍这盘棋呢是 目前排名第二和第三位的两支队伍啊 这也是一场对冲之战 那么就是苏布尔杭州队对浙江题彩队 其实也是相当于一个德比之战是吧 嗯对 都是浙江的 对 那么现在其实今年的围甲赛场上呢 总共有三支是浙江队的队伍 是吧 浙江省的队伍 杭州就有两支 杭州两支 然后浙江一支 今年的围乙联赛上又升上了一支浙江队伍 也是叫浙江题彩队 所以说明年不出意外的话 就会有赛场就有四支 渠州也是 还有队还有渠州 渠州队也是这样的 对 那就五支了 五支了 快要半壁江山了是吧 对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位蒋奇润 蒋奇润是今天是出任主将 嗯嗯 啊因为对深圳旭嘛 对这个浙江队的主将之前一直前十二轮都是同梦城来担当的 那么这个蒋奇润也是今年首次担任主将 嗯对深圳旭谁上都是冲击一下 对嗯 要这个拼搏 拼搏对 那昨天深圳旭那盘棋 也是速败啊 杨领星 对杨领星 也是下的 最近状态很好 对下的太好了 这个是张涛队李清晨的实战 对这个苏宝杭州队呢也是未免冠军 是吧 去年的雷甲的第一名 今年现在目前排名是第二位 依然是要保持这个队冠军的冲击力啊 同梦城 这群题材队其实去年 我印象中好像也是 保级队伍 对 今年呢能够这个能冲到现在 排名第三位的这个位置 好像也是这几轮一直在赢吧 小米 排名一直在往上冲 米玉婷也是最近状态不错 嗯第二阶段是不是也没输棋 对有点就回暖了 对 江苏队的主将 今天我们现在看到对着电脑的这几位棋手呢 他们都是对手都是外援 嗯对韩国的外援 赵成宇 嗯这是韩一州 赵成宇 对赵成宇之前打进了英式杯四墙是吧 好像 成绩也是很很不错 对很有希望的年轻棋手 李哲队的陈贤 这个这么长时间的赛程呢 你除了呃呃美环棋都全力以赴 其实也是要注意保存体力 我觉得对体力很重要 对 昨天呢也是 其实我们我看到这个有有照片好像也是这个 总统会组织大家专程去一个绿地去参观 其实也是让大家放松一下身心 如果你长时间的待在一个蜂蜜的环境里 也是可能不是很有利于比赛的发挥 我的朋友圈昨天看了都是说比赛的棋手发的 都说既然出不去就一起摆棋 应该是从外面回来也会有摆棋 我昨天有看到很多朋友圈里边的棋手 都是在摆棋当中度过的 你可以选择有人可以选择出去三参步什么的 有的棋手就选择留在酒店里去 正好去研究一下 也难得有这么一个机会大家聚在一起 好的这盘棋虽然不是主将战 但是两位棋手也是很值得大家关注的 谭笑九段世界冠军 那么谢科00后最有希望冲击世界冠军 对谢科我没太仔细看 前两轮好像那个采访说是想当主将来着 因为杭州队我们知道有这个深圳旭嘛 对如果深圳旭不当主将的话 还有联校嘛 联校李清晨对吧 但我记得好像前两天的采访谢科说很想出任主将 谢科这个前十二轮好像发挥 我觉得对他来说他可能不是很满意 六十六幅是吧 过半 对应该 谢科的话 谢科也是打进了这个殷世碑的四强 我印象中谢科是赢了科捷 把科捷给淘汰了 哦好像科捷当时是一波连胜 嗯就是被这个这个殷世碑 因为大家知道也是很大的比赛嘛 四年一次 四年一届的这个大家非常重视的 谢科是打进了四强 大比赛 淘汰了科捷打进了四强 好像也很有机会啊 我觉得他半决赛的对手是伊丽辽 谢科 有望冲击决赛 但我们知道这个最大对手啊 这个深圳旭 还在 现在挂脚 挂这个 哎 迪老师现在有两个是吧 两个小木 嗯 这怎么选择呢 他 低感都都可以 都可以是吧 这个这个 关系不大 这个我感觉 我应该都可以吧 这个 因为第一感觉的这个头 因为在这里面嘛 觉得这条边是不是 他挂看你怎么下 他也不见得会落后手 如果你在这地方飞或者什么 他是不是就是交换一下 啊 他或者也是跟这个飞有关系 挂 这个黑的感觉 这个黑的拖鲜 感觉双峰都很有默契的感觉 啊 现在不止于主要 我感觉一上来 只要你点三三 基本上后面这些下法 就这些大家应该也都摆的比较多了 我感觉 都研究的很 前二十首应该是 而且呢 我觉得都没什么问题 听后啊 嗯 记忆力更好 觉得这个年轻人对AI套路啊 背的研究的更深 搬 搬 搬脚上 搬了 搬完铐 嗯 对这个搬完铐之后我就有点理解这个挂脚了 嗯 是吧 也是看这方面选择 因为黑的加进来之后 这地方是必要发生战斗嘛 那白旗 所以也是 其实就是一个包围黑旗 分割黑旗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思想 这个跨断之后 跨了之后 黑旗现在也是有选 两种选择 要不吃 是吧 如果冲的话 冲的话 也还面临选择 又选择了 如果说是这个 嗯 它提吗 提应该不会提吧 打完了 对 打完了 长 那就下吧 嗯 这是一种变化 是吧 都有 感觉也不是不行 或者呢 冲完呢 也可以说 吃那边 嗯 也行吧 这个也没什么不行啊 我觉得 吃掉 对 这也是常见的定时一种 对 飞 对 这样子也没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不可以吧 没有什么禁忌 没什么不可以 我觉得也可以 也是一盘棋 对 实战呢 黑旗 没有这么选择 对 实际上那个 直接打吃 感觉上肯定也是不错的一种下方 因为从这个行棋的方向上来说 两边 这个它能抢到这个 对 也很简单啊 对这边来说总是可以的 嗯 但白旗能先说打到这个还是挺愉快的 这局部感觉白的应该还行 黑的可能局部它是一种方向上的选择 局部觉得白的应该 这活的毕竟不是很大 以后这飞完这猎也是先手 这猎也是先手 对 这个骑行 第一眼看上去是被白旗冲猎的 对 第一眼 因为黑旗呢 毕竟追求了速度 这也 也难说 因为一人损一下 你这损一下 这地方拔 其实 你手搁起来也 如果没这个 这白的也不能看了 这个紫是被拔的 也是明显亏的 嗯 一人损一下 好 接下来 这个并三三是非常追求实地的一种下发 是 正常我们就是沾上的 单沾啊 单沾更多一些 后是沾上 它这个 比较 追求紫效啊 这种实地 但是这个头 你头软一些 但是它也是觉得 因为这地方已经有手脚了嘛 这地方的价值 可能也没有那么大 它也是想让白旗下来 让白旗现在点下来 嗯 对 点进来也是寻求一些掉 因为如果自己走太无聊了 就走上面 这其实容易落空 太空虚了 下的 所以这也是想去争夺这个根据地啊 对 比较实惠 这下发下的 嗯 这个挡住比较稳健 这样子 黑旗 白旗 这个搜根同时呢 自己也 嗯 局部也是 对 所以它是一个双方根据地的一个争夺 白的花了一手旗 嗯 把字叶子活了 也活了 对 白旗这个巧尖还是有必然 有必然性的吧 嗯 不止只有断点啊 对 因为有一段断完一铐对对除非断你吃这边应该这两个因为还是挺大的嗯这一靠就有断点有断点对所以小尖 但是实际上小尖之后好像还是留着一个靠断的手段是不是那那那不是黑黑的气景了嗯那如果黑旗这个这边呃这代有紫的话对有紫的话对还是留着一个靠断对对对 可以先挡嗯那白都走到走到这个点舒服啊对也点到了这个白的下的感觉很舒服是吗就是这两下这种节奏感是吧就它还是先手啊白的点进来把木捞了眼位做出来然后这上方也点到一下还该白的下然后再往前跳 不错的感觉很舒畅嗯反正至少是想达到的目的嘛也都全达到了 嗯这挺满意的啦 黑的这个实战有有有有有点奇怪的下法 黑也是比较厚实啊 可以再靠了一个 可以再靠一个就你刚才说的这个还是有断 追求白旗的断点对确实是尤其现在已经挡了嗯更是有断对挡的话就看白旗怎么下嘛白如果冲 我就挡住吃这个 嗯我先断 嗯他应该是要先断对他应该是要先断断你如果吃 我这边就打断他嗯这个摆的因为这还欠一手这有个力是 这还欠一手就这样的话呢白旗如果沾上沾上直接就被力死了啊如果白旗选的沾这一路一力这个旗 白的杀不过黑旗 因为这冲的话黑旗挡住挡完沾黑的是火旗嘛是大眼这白的肯定不行 白旗如果补的话等于说这两个沾不回来被吃了迄今被吃通呢还是有点亏 对对所以这个旗 那靠的时候白的就不跟黑旗局部去做过多的纠缠 黑旗靠的时候白旗实战是选择的这个猴我觉得是非常明智的一种下法 嗯就分而置之了白旗先把这块旗自己先做火 呃局部确实是不好动 这旗就不要再去撞了就直接猴一个做火 然后黑的沾上形成了一个这也不算转换吧就是双方都相安无事 黑旗这也达到了分段白旗的一个目的 嗯 但这个旗我的第一感是黑的效率不是很高 在这花他花了两手旗分段 因为猴一个本身也是有他一手旗价值的本身有一定目数 黑的是挺执着的分段后归后会不会有落空我是觉得有这个嫌疑 也要看看白旗怎么处理啊 嗯处理中间这几颗子这几颗子并不难处理是吧很轻啊很轻我甚至觉得不处理都不行 你要能把我你要干嘛对他实战还是很稳健白旗下的这个还是要补 嗯 白旗已飞这个确实是出来起来倒不难是吧这个其实我我是不是觉得我不走了怎么了那你想要脱先 嗯我我我比如说我拆个边不诱人吗感觉很诱人哈哈哈不香吗因为这这条边上的从死地的价值来说这条边不大了这地方还有漏风自己走也围不了空这个没什么死地的价值他就是为了走后嘛 没错就有的时候啊很多旗就是如果只要不是这个特别紧要的时候关系到这个生死啊特别急锁的时候抢一步大厂这有什么问题啊这我这我觉得拖先没什么问题吧这边他担心黑旗有什么严厉的下降呢就你这刚才为什么觉得黑的效率不高的原因是你走两个这不也没连上吗对将来如果我怎多了我还冲过来哈哈哈 等于说这个旗你还得往这虎吗你不走你自己还没好啊就是黑旗在分段白旗同时就自己没有完全联络上这个是他本身是落了后手啊就花了花了手旗啊感觉效率一般所以我是觉得白旗调子好啊白旗这个可能我觉得他走这他也是觉得自己调子好他下的也是比较稳的对我感觉弹效的旗一直都是以大局这个比较擅长大局观是吧 当然其方向因为这个从小可能听聂老师讲课讲的比较多啊这个大局方面 谭孝也是聂老的这个得意弟子啊这方面是比较出色的 旗下的相对来说简明我觉得谭孝跟其他的比如说联孝啊敏玉婷他们可能风格不太一样 比较简明的其实是比较大气一些对比较大气 弃子的意识啊脱先的意识行其的方向这方面下的比较比较注重一些 对所以这个棋我就觉得白旗调子不好但是我总觉得谭孝最近其他是不是后半盘容易出现掉问题 对我觉得谭孝状态特别好的时候是大概是前年就两三年前那一年是成绩特别的出色 然后春兰杯是吧国内应试这个唱旗杯对对对之前他也排等级分也排过第一吗 对嗯几年前也是排过第一目前好像等级分有点下滑嗯最近成绩好像十几名一般嘛 嗯拿了春兰杯之后这个状态都是起起伏伏啊嗯也也是正常的啊 我们看他飞了一手飞了一手飞了一手还黑旗黑旗现在刺这一刺对这个刺我觉得是不是倒是挺大的 在这一代星期是吧嗯这次摆的只有粘这一代星期寻找一点头绪啊他刺完是拆一嗯这个这个地方好像大家的第一感就是刺嗯我刚才看了一眼这个局 一推荐断上去直接断上来对那他确实不太没有太容易往这方面想是吧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断的话确实第一你得想得到这个然后因为他旗感上来说会觉得有点偏执啊这个下发 确实是现在争子是黑旗有力对但是要考虑的方面比较多第一对方就算跟你正面应战你作战是否有力或者说对方现在去引针嗯你是不能硬的 对吧你应被我真死没有好的道理吧对那你如果不应这个转换的得失是否好这个人类不是很容易判断的人类会在这地方觉得有没有必要去计算这些内容哈对你这个要计算要判断呃最后的结果不一定核算嗯这个时间花在这里投入在这里 不是很有把握吧这下发因为这个下发可能确实也有点微微第一感不是很容易想到确实但是我看觉得倒是反复的推荐这个 嗯但是这个和人类奇感人类学的奇感是嗯不太一致的点应该是我们容易对对对刺肯定是大家的第一感肯定是第一感啊这个是一个分歧点啊 刺完拆一跳这个黑旗下的也是堂堂正正啊对 嗯这个是白旗的权利嗯 这冲一个下的也挺细腻紧白旗气 本身来说冲一个末术是亏的 这样子白旗呢詹是先手利呀或者小尖是先手冲一个亏了半不多 嗯 也也不是亏了吗啊也不是说亏就是你如果要用利的先手亏了这人家可以放着不走以后收官倒是不亏嗯 嗯 他就紧白旗气 然后现在刺 点这里 点这个点这个我如果就沾上呢 立完跳了爬过 哈哈不会吧 留下一个保留一个保留一个这个对然后可能我还是往这种地方出头对对对对那点完下我留个后门这地方战斗可能就能放开手脚也是也是是一 应手啊嗯应该就点了爬过他没别的不不能往下冲嘛嗯 这冲没有必要啊冲冲我还可以挡住没有用所以他点的意思就是就有一个点了爬过 有一个后门对有一个后门点的时候黑旗呢算了黑旗从上面压嗯 可以把旗走在外面 这样子白旗把这个旗吃掉之后呢 局部基本上是活气了 那肯定火了歇手活 嗯 小尖那一首嗯 补了一本小尖一个 其实格局还是一个感觉是一个就很粉就很稳我就觉得谭笑下的很稳 嗯 我总是想去抢我真是小尖很想不接很稳他就下来很稳 抢一首大场感觉很舒服这个旗不这个旗我感觉总是目前来说就不管是拆边小尖啊怎么下我感觉白旗应该是有庸实意识的 是的这个旗好判断啊这个旗判断并不是很难上方两边同行一个一个角就抵消了然后点木黑的再加起来十木旗 出点头十五木吧 那白旗呢白旗 这地方五木旗 嗯 不值可能是 这里有一个三四木 四木差不多吧十木旗嘛 十木旗 嗯 就黑然后这地方还有点呀就黑旗的先朝优势依然是没有的贴幕始终是个比较大的负担是那这期黑旗实控还是不太好的还是现在还没有打开局面是吧对黑旗来说 我觉得白旗肯现在肯定是白旗好啊我觉得这个白旗应该是比较好下来掌控了大局啊 对 这是 就定个形式吧点完顶完搬掉 全部走掉 嗯看看这个其实 对 记者这一代定型也是很见明 嗯 拆过来 嗯 这个棋真的就是一个拼功夫啊 就是这种棋我们会就会发现弹销他的选择可能跟别人不太一样他比较注重中辅的这个控制权几手棋其实我是这么觉得啊包括他就不飞 这个飞过来正常的话如果说我低感可能我我 还是选择对我之前就觉得会先去抢大厂嘛想特别想去针线时候抢大厂去抢实地他是比较注重中辅的对这个棋先往这飞第一反应都是先往中间看能不能攻击一下黑旗获得利益 对他对中辅的判断可能还是有他的理解 喜欢把棋下后就是这种往中辅走的容易把局面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就也是比较注重新棋的调子 那黑的又拖鲜了黑的利 就当时我为什么觉得这个棋就这种棋我觉得效率他不是特别高啊 因为你看现在黑棋是针子有利利完之后呢你冲一下在这地方产生了一个跨段他又补了一手 但是这两下交换实地上来说黑棋是得了是吧 对黑棋实控就双方还是黑棋还是把棋都走在大厂上还是得实地白棋就感觉 因为白棋我们刚才判断实控其实是不错的白棋可能追求的是种均衡 对他可以在实地上稍微做一些退让啊 稍微退让点对把棋下后了掌握主动权 而且你发现他这个白棋补一补那中辅其实是有一些潜力的 是有一些那你一直在中辅走黑棋显然肯定是变薄了嘛 黑棋继续抢 对但是 那黑棋其实这个下法也正常是吧 每步棋也都是 黑的因为形势不好啊 我是觉得黑的下的积极是有它的道理的 黑的如果再不去抢木的话 这个棋木不够了很难下呀 黑的实控并不乐观 这个棋现在进行到这个阶段还是白棋啊 白棋好 发挥的不错是吧 我一直都是白棋 我是觉得黑棋一上来效率有问题吧 有点迟着 有点落空啊 这个就有点落空啊 白棋现在 嗯 白棋下的就挺舒服的 白棋选的都是一些很简明的电话 你看就把这个 嗯 就弹销的棋一直就是 你让他在简明跟复杂当中选择 我觉得他都会选择简明的 那这个时候选择简明也是对的有道理的 因为确实是形势不错呀 我觉得白棋定定型这棋是比较好收的 嗯 再挖上来 这个定型 这个选择 对白棋来说倒是没有什么 没什么不满的 是吧 嗯 这感觉白的挺舒服啊 挺舒服的 嗯 那么 那么白黑棋是不是有点问题啊 黑的也 它打吃在下面好吗 那走什么呢 不打下面它走什么主要是 打吃上面也不好 它上面主要挡不住 挡终于断了 嗯 挡不住这棋 这个断上去太严厉了 嗯 这样子白棋中斧的 不这个黑的不能再出现一块固棋了 因为这块是很明显的固棋 但是你要注意这块棋 一旦因为攻击这块 就过来之后 这块棋也是有隐患的 还是牵手棋 所以这个地方 黑棋嵌的问题比较多 如果说他不敢挡 只能粘 那实控损失太多了 飞进去 那空 这样下空也不够了 所以刚才黑棋 为什么一直在捞空 在拖先抢大厂 然后这有先手捞一票 然后这又守了一个 黑棋一直在抢空啊 如果这再把空还回去的话 黑棋实地 本身就不太够啊 所以现在黑棋从下面打直也是拼搏 是吧 你把实地先 可能相比较打上面来说实控这个好一点 但我感觉下成这样白棋也舒服啊 那只能说白棋下的好啊 我先手把你蒸了 所以白棋左边 为什么他可以选择简明的定型 他也是有他的道理的 他蒸到一个先手之后 抢到这个打入收获很大 黑的还得去虎这个 因为这些如果不虎 被白棋尝过来 这太难受了 整体不活是吧 这是个急锁 那我们就可以看成这样 我们就发现白棋这个打入先手定型 先手把这个子爆死了 怎么看就怎么舒服啊 非常满意 嗯很满意 接下来 哎呦白棋就这么 把这个粘住啊 这个子 这个是黑棋之前一直欠的问题 我一直都觉得 这个棋真的不怕的吗 感觉白棋下的很顺啊 很顺很顺 白棋调子非常好 这个棋黑棋现在太难办了 黑棋这个棋实空真的也谈不上好 就是明显是一个空并不好多少 然后薄却薄很多 那这么说起来 这棋 难呢 难 嗯 这棋要想办法 怎么扭转这个局势啊 占掉 这是先生 怕走晚了走不到 哇 现在 白棋是后肌薄发是吧 现在要开始发力了 把这个穿出来 这总是这只 当然那一手吧 这 这黑的就是连不上 这边如果分段的话 黑棋现在真的是 有点雪上加霜的感觉 黑的往这儿靠 企图联络 白的靠 感觉 不我 我第一感觉 这个棋 往这儿下 说明这个局面总不会好吗 这种靠呢 这种靠的 非常规的手段 等你把棋往这儿撞 这个棋 感觉应该是已经出了点问题 往在后墙上贴着下 然后挡 这个之前是不是也挡掉算了 不过他有点不太肯 之前可能要保留其他的先手 没走到 黑棋一粒 粒是把这吃了 哦 形成一个转换是不是 嗯 不有时候我是觉得 谈笑 他很多时候 会有优势意识 优势的时候 容易出问题 我看他发朋友圈 很多时候 都是 对自己很多该赢的棋 没赢下来 非常的懊恼 是不是也是最近这两年 等低分下降的原因 对经常是 胜率90几 90几的时候 简单收手就行 现在白棋的胜率 就是90多 这个棋 就是这个转换 就是大家一看明眼 就是白棋吃的大嘛 嗯 这块肯定没有那块大 对 如果而且被你吃的话 白棋也 白棋也不用想去联络了 嗯 我觉得想就是 这种冲 是已经是挺稳健的下方 那都 我就不能立在这吗 立在这里是要跑 是不是感觉这个跑起来也真的是辛苦 他吃一个还是比较客气的 很客气啊 就是谭小有时候 我是觉得他优势容易下的客气了 他觉得这样已经够了 是够了 嗯 你你你你现在看肯定是够了 从现在胜率啊 决议给出的胜率来看 确实是白棋 呃 胜率已经是超过90了 明显是优势 吃在这也 也比较稳健是吧 嗯 也不能说稳健 这个棋 暂时应该没什么事吧 但黑的这将来是有 有一稿是吧 可以冲 冲就立 立嘛 这个样子 顶住你 还是叫立嘛 你可以全走掉 这局部大概反正是 局部是没什么事 但这个地方 肯定就是往外搞了 里边正好白的是活棋 白的是一点事都没有 你团的话他搬完有一个利 嗯 是活的 团的话就搬了利 搬了利是活棋 这个就一点杀气的可能都没有 对 但你如果就等于你肩是先手吗 等于你可以看他打了虎是先手 所以这个棋 就看外面 反正暂时是没事了 对 这个冲都退 是吧 暂时肯定是没棋了 那就白棋要注意这地方的味道啊 有些味道的 嗯 黑棋实战 靠上去 就这个 升幅少 他他一 他这手棋好几种作用嘛 一是在这搞嘛 二是他其实也是在引针嘛 嗯 那这有个真子 然后第三呢也是瞄着我们刚才说这地方其实有些味道 对 那你就还是要 这是应该是好棋啊 但是 飞棋来说必须是要把局势变得混乱 是吧 嗯 但这个其实说实话白的还是很挺好掌握的 我是觉得白的现在应该优势不算小 那么可以看看白棋 但是毕竟是不管什么什么样的优势应该把它赢下来 那因为棋盘这个空还是比较空旷的 这个机会还是需要好好的定型啊 而且定型确实是挺难的我觉得 嗯 我们有时候说这个判断难计算难 嗯 其实定型啊 也不简单 定型我觉得就综合你刚才说的 判断跟计算你都得有你才能好的定型 不能随便定型啊 对定型就跟判断计算都有关 白棋依然下得很厚实 解明啊 谈笑了 但是这个棋 对谈笑来说 我觉得现在白棋心情是不是觉得 不是啊 我随时就准备收兵了 我我我现在如果来搞搞你怎么办 就还是刚才你说的这个这个这条路径啊 这个你怎么弄呢 如果说 这我觉得这一串是不是挺避然的 这个 不要把紧气 算了 看你 感觉上不怎么 自己自己也撞一气 我这个冲断是什么东西 就直接开始站了 把黑漆气也不长也不短 不短啊 我这打了虎都想回我就立起挺长的呀 这边好像对啊 对啊 你这走完 你这不挺避然的吗 那我这再冲断呢 这个打这样 我这个能连回家吧 那我连回家我怕你这边有冲断了 是怎么个事啊 我要不能断你 我不也没用吗 这一串 我这个怎么连呢 我 不知道啊 就有点怕 没连好 连应该能连 那这是 这是什么呢 我这个 我这个是不是要不先不交换 这个 不交换你就想连 哈哈哈 给我留点 这边留点余地 那我给你刺一下吧 这个丁老师 不不我走走 你还得交换吧 你这总得交换 交换 交换 我现在在交换 我就冲断 对啊 这边还欠一段 冲断完主要我看 如果我这打了虎是先手吗 你可以先交换掉 对 你这打出去之后 这点是什么 我没有活棋吗 你是不是得往外贴 这你可能也 这不对啊 这挤呢 但我这个怎么办呢 是有挤啊 我要连的话就挤 但我补的话 这边一拐怎么办 就说这都 这是看得清吗 我点一个 你看得清吗 完了 哈哈哈 我点一个 你看得清吗 这个 这个还是有味道 可能我这个硬法 也是不太好 但是说明是 你这个硬法 他有什么 我也没看出别的什么 如果 那些会不会有更好的下法 后手分段 一旦冲断 反正我是觉得挺乱的 至少说第一眼看上去呢 没有那么简明 没这么简明 这其有味道的 但他好像也没他搞啊 我们看谢科也没 那我们看看后续啊 没来 跟白旗战斗 所以我就说我这个白旗硬法 是不是 并不是很好 我怎么觉得你硬的 其实也没 我 我可能我也没看到白的 有别的什么下法 好我们看实战 他是先断了一手 挺必然的呀 我是觉得挺必然的 然后是点 他就没想 点的话就是把刚才你说的冲断这个点 卖了 就对 他就不保留了 他就没想出棋 他就没想 没想走这个吗 就是 我怎么觉得是个机会呢 刚才反正我看这白的只能是后手组度 嗯 后手组度这冲断 你硬的有什么问题 这不打了贴都必然的吗 诶 刚才走你刚才走这个的时候 嗯 我是有这个吗 你这也是后手分段 我这段几年 那我 冲 你怎么都是后手分段 是就是你后手分段 然后一冲断 你贴完联络 这都必然的 然后我一冲断 除非就有杀气 但我觉得黑的气挺长 对实战这个 嗯 他就选另外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啊 没有直接跟你搞决一死战 他这个 对自己的收数 很有自信 那白的也安心了呀 这白的就 也安心了 对 这样白气确实是凉厚了 是吧 但他这一串呢 他实地上稍微有所收获 嗯 对吧 把这个地方都控破了 实地稍微有所收获 但白气的好处是 那么黑气 安心了 对黑气也是利用这个 这个这里的味道 嗯 实地上呢 收获一些便宜 那这都是最简明的一点 收法了 那莫非黑气觉得 这个形式 这么收速 还有得像 应该是差距不大 不大是吧 但这个气呢 现在肯定是白气好啊 嗯 但这个气你说白气好多少呢 可能 也就是几 我感觉可能是不是好个 两三目三四目的样子 但因为这其实挺复杂的一个局面 这个 想要赢下来 这个收数 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 因为有时候我们看这个决议给的胜率啊 呃 虽然有的时候比较悬 嗯 但是实际上 因为他这个对决议来说半目胜伏 他有的时候也能给出八十 对对对 他有时候会 欺骗我们 就是 很多旗友可能有 现在有 有些旗友会依赖决议的胜率来判断形式 觉得这旗没法下了 怎么就九十几了 其实差距没想象中那么大 因为作为决议他来说 他不出错 他觉得收下去 他没有翻盘的可能了 对 因为你收不到决议那么精确 对 这个 咱们经常一手旗这个 亏个一两目 对 就直接这胜率就掉转了 可能你两手旗之后人家胜率九十了 其实就亏了一两目旗 从招法来看我觉得应该是 至少谢科判断是有得下 是一盘细琴 但是现在好肯定是白起好 应该是 他跟他靠了 那这个 确实这个局面还是比较复杂的这个手术啊 现在 现在比拼的是关子 打关子很多 很多啊 局部各种地方定型的方法 手段 不是特别简明的形状 对 包括像这里 跳 它是这么瘦的 跳 对 首先就是这个跳大呀 还上面立大 这都需要功力来判断 是 它是 贴起来 把他的先手是吧 贴完了再 贴完了再 贴完了再立 对啊 为什么一定要贴呢 没有太看明白 因为这个冲了点必然嘛 都算你先手 好吧 这都是你的权利 我都算上 又怎样呢 这袋有什么齐吗 这袋我就 那它不太舒服 这样的话尖应该只有贴 让我沾一下 这扳了贴 这可能要吐了 这个有段 这个麻烦还要太长 那它确实有价值 它这个贴很大呀 那它贴是有道理的 这地方 虽然断不了 但是这个被搜刮的太惨了 太惨 这个太大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确实是太大了 所以白棋呢 还是补了一手 是吧 嗯 跳的时候还是补一个 还蛮求稳的 那应该是白棋稍优 对 白的还是要好下一点吧 那就要看定型了 这个到处都没完全定型 这个棋确实还是挺 挺复杂的 差距不大 白的优势 差距应该不大 再立一个 还要五四 充 嗯 你收一个这个 这是你收 这个一手几目啊 几目 因为你沾也不是决心 是吧 沾以后下一 还有这个是先手 应该得算它先手吧 这是不是有点大呀 这个的 这里边的味道 这粘一下之后 尖又变先手了 好 那就算它的 如果算它的先手的话 一二三四五六 你说五六目 嗯 你说五六目 你说五六目真的大吗 还行 厚 厚 厚没什么区别 厚应该是没什么区别 不 它冲过来 跟它这边有没有关系 嗯 有点 多少 有一点点 是吧 对 关系也比较遥远 但是全盘 现在这个如果是 逆收五六目的话 其他全盘也没有那么大的了吧 十目以上的 不知道 我感觉中间这种地方 走一走是不是挺大的呀 贴一个是不是不小 总之现在这个 现在的局面 在关子是比较难收的 嗯 没进行的因素比较多 对 我感觉贴一个挺大的 看看它这个尖完了 157 冲 挤 挤 嗯 对 挤完了挡住 啊 这么收关 后手 这大 这本来挤了搬过嘛 这大概是这个 因为你搬毡 这棋搬毡不是先手啊 这个棋 大家判断这个价值 搬毡不能算黑棋的先手 因为这棋搬毡的话 白棋会尖到这 是吧 是吧 可以这么补啊 嗯 白棋有一路尖到这儿的一个手段 那这个挡就 挡就 要打点折扣了 不能算斑毡 对 就是123456 六木强一点 六七木棋的样子 六木强 你不棋的话它是能 棋了过 是吧 嗯 棋了半过 嗯 对 六七木棋吧 后手六七木棋的样子 就这样嘛 就中间贴一个总觉得挺大 嗯 这个是适应手 也好奇 这地方 这一带走感觉也有价值 中斧也是有一点潜力 嗯 它点完斑 应该也是 先跑是个好时机 对 适应手 对 走什么了 刺 对 刺的话 白棋是 再立一下 是不是也应该也独秒了 立完了顶一个 现在应该是进入独秒了吧 就这个局面的时候 立完了顶 挡住 提掉 刺一下等于把阿鲁达给卖了 也有六币 它是刺这里 嗯 嗯 小尖把这个籽吃了 但是白黑棋呢 能够搬到一下 嗯 白棋 白棋好像收的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吃这个应该亏了吧 不如沾上一下 这样它 这样这个变大了 这样的黑棋是不是也是要搬呢 不搬 这个贴一下 你搬我现在冲你走什么 冲有点难受 你是要搬 可能也是像这样 但这样的话等于说是插一手棋 实际上它这个走到这儿团在这儿也被搬了一下 将来黑棋冲完了冲一下 这局部其实没差几步 它实际上等于花了手棋大概走个逆收两三目前 那不是有点小吗 这个地方走完之后我觉得就明显这个大了 这个贴其实一直我都觉得很大 贴你走什么 你搬我断了 对吧 你是不是只有退 就我别的不说我顶了搬过来就不大吗 这个双方都很大 如果白棋不贴黑棋拐一个也很大 我拐一个你走不走 你如果推那这是个先手呀 就是说贴一个是双弦 对 我贴你长那我是先手 你一拐我长也是先手 这不双弦 那我贴到肯定便宜 我这顶了搬过来 这地方围了将近十目起 如果这边双弦的话那就太大了 那那是先手 我贴还能不是先手 你没活呀 现在这个刺的时候 他如果就黑棋 对 如果你沾你也有可能走这个 对 但你走这个我觉得我 那这个 我直接挤住了 我怎么都比实战强 我觉得 同样是 在这里 落后手是吧 嗯 他实战是 对他实际上是把黑这个子吃了 但是他这个吃法等于说 会被先手黑棋搓好几下 那么他这个 不得啊 看起来吃掉一个子 但是不便宜 不便宜啊 我觉得不得啊 因为走这个的话 如果黑棋 花一手棋的话 那么白棋可以抢这个 目前来看 可能是全盘最大的一点 对 你如果走这边 你如果走这边 我 我再花一手棋的话 我花一手棋 我可能还好呢 比如说我不见得是推 我是搬一个 或者说我沾了以后 我就这边又制造了一个大关子 对 它的效果比实战这么吃 得说它实战直接把这地方的价值给压缩了 对 变小了 这么看 的确是这样子啊 把黑棋现在抢到了这个拐 这就是现在黑棋拐之后 你会发现没有特别大的地方 是 就是我们收官其实也是一种技巧啊 就是当你发现外面有一个大关子 但是现在跟别人下的时候 你走不到 你去造出一个 那那这俩 我们把它看成建核 一人一个大的 等于说一人走一个大的嘛 你现在把这个走小了之后 人家把这个大的抢了 不过呢 对黑棋来说他也没必要刺 他刚才就该直接拐 不但他刺一下不亏啊 他自到不亏啊 呃 他刺如果你应该沾的话 他是不会亏的 他便宜的 他不刺的话 白棋往这搬白棋 尾的就比实战好啊 嗯 他实战刺完先让我搬一下 是压缩了白棋这地方的实际 那么黑棋这一次呢 其实给白棋了一个错误选项 是吧 我是觉得他坚亏了 交换之后白棋黑棋一拐 白棋又退了 那这个 现在退可能是现在最大的 就是没办法 白棋之前一直没有机会抢到这个贴 如果贴你 你要跟着我走的话 比这个图 他会不会没有注意啊 没有注意到这一贴这么大 这个棋 对这个棋 当然我们就说白棋肯定是有优势 当时是好一点 但是这个差距并不大 这一下有可能就 不一样啊 感觉上黑棋这个冲两下 确实追回了一些 这个棋还是很细的啊 这黑棋走的太爽了 黑棋现在沾完之后打完一沾吧 黑棋一手棋把白棋这地方的潜力压缩在两木棋 啊你团一下吧 算你团一下三木棋 顶一下四木 白棋现在这地方还有四木 但黑的连这个都沾回来了 这地方都打得沾了 亏了亏了呀 我是不是觉得白棋亏了 八十三 然后把这个冲出去是吧 该白的吧 白的走哪里了 然后黑棋是冲过来 这个棋太不好找了 白黑的是刚沾这个 该白棋一下 白棋是 粘这个 粘这个是因为它被断开之后 这一发又产生了个断点 这本身来说 这木树是逆收两个 现在看见吃这个子 哎呀真的不得呀 不得 这收的太难受了 这逆转了吧 好像是 从胜率来看 就是在这个局部下完之后 胜率一下子出现了反转 之前一直是白棋 升了一个八十九十 这个 现在已经降到五十以下了 黑的先手吧 这个那那虎这个 是不是也不如虎这个呀 这一代可能白棋 确实是 如你如你所说的 这个拐呀 有点大 这拐真的大 之后 棋局现在反转了 这拐我黑 这双线 拐完之后 这被黑棋冲过来 黑的还有点 对 你还得尖吧这棋 这一代白棋 中府官子收的啊 有点问题 尖了一个跳 这一下 是不是就要黑棋好了 这棋就 从胜率来看 现在是黑棋 已经调转了 对 自己这个 就 谈笑有时候优势的时候下缓啊 就像你说的哈 他前面 优势意识 自己说 没绷住 优势的时候拿不下来 绷不住 这也是一个问题啊 走了 下了前大盘盘的好奇 最后这个 前面 对啊 前面都很好啊 形式我觉得白棋下得特别顺 然后 调子也都特别好 然后收着收着 慢慢的被 搓回去了 被一点点刮回去了 嗯 白棋是沾了这个 冲 然后黑的是解 然后白棋 是 然后顶一个 顶一个之后打吃嘛 嗯 这都是白棋的权利 那这个棋现在应该也是挺细的吧 我感觉去差距应该非常的细小 就打姜了 打一姜 这那个子是不是得粘回来 小尖的 他不是不想粘回来 他是粘不回来了 粘杯一点 这之前的这个问题就越来越多了 这一点要么是三子 要么是两子的死 嗯 那他走这个 这个太大了 这个子 这个子本来各种按摩 本来我这个冲的时候 你这都得补啊 对啊 这个这个都得补 这是一二三四五六七木齐 太大了 先搬一手 哦 这怎么 这被黑棋突然之间急死个七木 嗯 现在胜率来看 完全反转了 现在黑棋胜率在94 这黑的就是 大家其实挺直观的 能看到这个中后盘这个收束 黑棋的收获明显比白棋大 嗯 对谭销来说 这盘棋也是挺可惜的 我现在已经输了吗 这些棋 输一点了是吧 从这个 给的胜率来看 确实是不太够 哎 洗完了以后 小尖 小尖 嗯 黑棋走哪里了 冲一冲 这个棋谱太密了 拐了一个 哦 对拐了 白棋中间顶黑起一下 然后拐住 然后黑的粘 对 粘的时候白棋有这小尖 这个是之前咱们就说的 白棋局部的好手 嗯 黑的是 冲完再团的 对 嗯 这个结还是不能打得硬 嗯 这个现在也是 先手一幕 是吧 这是先手一幕 嗯打僵嘛 这就是 然后说这个挡大了 然后挤这个 嗯 这都是权力嘛 他走的是中间那个 挤这个 挤这个 哦 挤这个 他是因为 如果不挤黑的拐的时候 你如果走被别人挤了 你现在挤挤不到 挤怕别人顶 嗯 所以他现在挤一个是一个时机 那挤一个又挡好是吗 挤一个 比挡好 挤一个下手吃三幕 挡一个几幕 挡一个肯定不止三幕啊 一 挡一个应该是四幕 三幕 三幕以上 如果我管你顶住 这是先手三幕 嗯 不知道挤在这比挡好在哪 我们看出来 这个好像有价值的 团一个 先手 好乖 团完一冲 那这团刀一下也便宜了 应该 沾上 沾上也大 沾上就是你点 我就把你吃了 三幕齐 三幕齐 多一点 因为白的冲黑的拖鲜 将来这地方 还要被熟气 大概沾一个四幕齐价值 走什么了 刚才是到哪 一路搬一个 一路搬一个是为了让以后黑漆脚里补齐吗 这个 有齐吗 这个就算搬到这里 那有齐啊 那我点这个 点这个 点你只能加 只能加 我打一下之后搬一路 还很细腻啊 不入气 对 对 我们给大家摆一下吧 就是如果说 大家可能没看懂搬一个什么意思 因为他搬完也不沾 如果说将来这边搬掉的话 气头紧住就算你提嘛 咱们以后收官 比如说气头紧住之后啊 这边都紧掉 这地方靠有齐的 靠我不能沾 沾这个一拐 只能吃这个 一米就走 然后一搬 对 这个双活了 这个 你只能打吃 兴机独立是吧 走我吃了 对我打吃完 先手双活 这里面有齐是双活 所以他搬是为了让黑旗补齐 当然前提是你搬到这下 不搬到也行 不搬到也行 不打直接弯一样是吧 就这个跟搬不搬没关系 不搬也出齐了 给黑旗也是出齐了 啊我现在再立的话你就走进来 对一样的一样的 那跟搬没关系 跟搬没关系 那你就搬到一下已经便宜 搬到就已经便宜了 那还是很细腻的 搬到已经是黑的要补一手了 搬到对胜率也没有什么影响 那那能没那肯定没影响 因为因为决议也决议也看见这个 决议只能说 胜率判断的时候已经把这个搬在内 对决议承认你下的对啊 你如果没搬到可能又亏了 又亏了 决议他就承认你这个搬是对的 搬这个 这后面还进行了很多 我们时间可能也不够了 这盘棋最后呢 我们干脆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结果 最后确实是细棋 最终是 解科直黑是四分之三子 哇 那么说 半目或一目半 那也不知道 我看看最后粘是黑收后 黑收后 嗯 不是他棋谱到这黑收后 单关还没收呢 哦还有一些 对对对还有一些单关 嗯 他把最后单结 这个单结最后是黑气粘上的 对 单关没收 有可能 如果是黑四分之三子剩的话 白收后 我数了下单关白收后 哦你好快 白收后呢就单目 嗯 九目 九目 那就是黑棋赢了一目半 这个棋 这个棋还是中间的棺子啊 其实这盘棋棺 棺子确实还是很复杂的 嗯 总统来说是 谈笑九段是 前半盘是明显的优雅 大棺子没收好 嗯 我觉得谈笑是大棺子没收好 尤其是在中湖这一代 前半盘其实白棋下很顺畅 其实挺挺好的一个局面 这盘棋应该说输了也是 很可惜的 嗯 很可惜 很可惜 嗯 那么 这盘棋最终呢也是 呃 这个苏波尔 对 苏波尔行中 是拿下了这一分 对 那么今天呢 我们两盘棋也就是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感谢丁烈老师 嗯 给我们进行了丁采的简评 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继续在这里为您直播为假联赛 欢迎收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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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